坐落于温哥华的北施儿童医院 是北施省唯一一座儿童医院 每天都会接待上百名儿童前来就诊 另外一栋位于温哥华的高层正在热销当中 在华人聚集的列治文也是同样的情况 这三栋建筑看上去完全不相关 不仅用途不同建造也不同 可是他们却因为偶然一个机会被联系在一起 原来这是北施儿童医院彩票的奖品之一 彩票筹集的资金除了得奖者的奖金外 有一部分用于资助儿童医院的研究 我们可以买装饭 我们可以支持研究训续 我们最近买了一件衣服 让我们医院去证明 如果小孩有血癌 那是一天或兩天的確定 現在他們能夠確定10分鐘 那些工具被購買了 謝謝我們的公司 然後就開始救了孩子的生命 彩票其中一項的獎品 是獲得三間公寓 其中兩間是由Townline提供 分別是方便熱鬧的 溫哥華市中心 和華人聚集的列紙文 他們的共同點是 開盤以來很快被接近受空 那麼他們到底有什麼 吸引人的地方呢 Chris是銷售與市場部的副總裁 他介紹說 為了方便 每家住戶都可以獲得租車服務 有些房子 有些房子 都可以獲得租車服務 無論是建築的外部 還是內部 都是高質量 我們花了一些更多錢 我們在建築的外部 有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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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另外一棟獎品公寓 位於華人聚集的列紙文室 雖然不是市中心 不過也非常方便 我們有約55,000公斤的 居住的家庭 有些工具 交通也非常便利 我們是從路線99 很簡單的 到路線 到路線 或到外面的外面 透過窗戶 就可以看到對面的荷蘭教堂 不過不久以後 那裏就會被改造 這個城堂 和我們古老售室 這兩者會 組成一間 一間餐廳 備設兒童醫院的彩票活動 已經進行十多年了 每年的籌資 都會讓醫院的護理 與治療更加完善 而這樣的進步 還會一直持續下去